国际私事会300D万区前总监李春季率领着师友们 来到了秀林乡富士村捐赠生活物资 给66户的中低收入户家庭 让受灾户可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0403和0423造成秀林乡交通不便 影响到秀林乡和平村 从了村和富士村的生活 有捐因此国际私事会300D万区前总监李春季率领着师友们 前往秀林乡资赠生活物资 共计有66户的中低收入户家庭社会 在4月3号大地震的第一时间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募集一些现金 那当然我们来做这件事 国际私事会长久以来就是委设我们服务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往哪里去 那真巧这次就是说花园很不幸的发生 0403的大地震 那中中就我们第1区就首先拨了 而总监拨了5万块的物资 那再加上我们爱心私事会也拨了6万5 所以物资总监有11万5 这是我们本来第一次所终止目标来这边 这次我们是遵从国际私事会我们服务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到哪里 那也感谢王厢长提供了很多资金 我们来了才知道深受其境深受其爱的心情 也感谢今天我们把物资送给富士村66户的所有这些出问题的一些 有在这次地震有受难的一些住户 修林乡镇首席顾问肖彩军也感谢私事会的爱心 来到我们太古阁来帮助我们所有的乡亲们 我相信有私事会的爱 他们也叫爱心跟爱素佳 当然也就是我们国际私事会300第一万区的 所有我们的核总监带领的 跟前任总监带领的李春季前总监 我们很感谢你们跟各位内阁的助力 跟我们的CIF的协调长 跟我们助力的主编来到这里 跟所有的私事会的师友们 有你们这世界更美好 泰鲁阁更好更快乐 谢谢你们的到来 让我们有货柜屋 让我们有物资 谢谢大家 谢谢 新闻乡镇首席顾问也带来了书 食料理来供富士村 中低收入家庭 一同要响应爱地球吃蔬食的运动 最后大家也一一排队来领取生活物资 同时也感谢私事会的爱心一举 记得就让我们喜欢吧